近年来随着进城武功轻壮年的不断增多 农村里大多剩下了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或者是妇女孩子 为了去家安全村民习惯养条狗来看家护院 但是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的驱使 竟然打起了偷狗的歪主意 10月20号的中午在树阳当地的一个村庄 偷狗的小偷被当地的民警围堵 10月20号中午 树阳县关敦乡花围村村民张老汉正在自家的院子里晾晒玉米 突然听到一声惨烈的狗叫声 他马上跑出去查看 发现有三个年轻人正在将自家的狗往车上抬运 他马上大叫一声 见被发现其中的一名驾驶员马上开车逃离了现场 另外两个年轻人也立即逃窜藏进了村子里 村民们在向警方报案的同时 也自发展开了搜查 来天中午有个发现我们发现一个偷狗 偷狗的大队 这个大过我们现在从村庄老百姓 就来包围这个偷狗这个人 在这个秀丁上头呢 跟我们一个五六十个在这个发现 被我们这个这个线控制下来 第二个呢在这个资厦里头 被一个旅同志发现的 在这里头上次都发现的 民警赶到现场后 立即将嫌疑人带回调查 经审讯三名犯罪嫌疑人 均来自于距离关敦乡部远处的连云港灌云县 因赌博欠下外债 蒙发了偷狗的念头 为了不引起村民的注意和迅速逃离现场 他们还在树阳本地租赁了一辆本田轿车 并换上偷来的假牌照 给我们收到国用县城买的 买了一个八月用自国的 上面整个洋装放在自国的人 然后有种货带来当配料 保持来 用外人的货物 就是到香港看到 一有三个这些人只在跑出来 然后一天接着我月货三条的 一两条 然后就买到六百万年 一万一条和一百三十个 一万一百十个 我爱的娘 目前两名偷狗贼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驾车逃跑的霍某 被网上追逃 经审讯 自今年九月份以来 三名嫌疑人 共盗窃家狗十余条 案值五千余远 对于这种被浸入毒药的狗肉 警方提醒商贩和群众 切勿购买和食用 防止中毒 对于这种被判断的狗购买 对于这种被判断的狗购买 对于这种被判断的狗购买